一个人屋里呆着 会不会太无聊啊 不会 平时啊 我也没机会看你在军中的样子 怎么样 我就是威风了 君嫂 今天替我在军中 转足了君委 给你个小奖励 什么呀 来 坐 你最爱吃的桂花糖 谢谢 我帮你打开 甜吗 你也许根本不知道 她每分每秒 都深深地爱着你 她不求任何的回报 只希望你能回头看她一眼 三哥 如果有这样一个人 你会爱她吗 冯夕 你喝醉了 三哥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杭晴 杭晴 三哥 三哥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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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走 我去给你倒杯水 我去给你倒杯水 我安静 我安静 我要走 我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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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 我不要走 安静 她 我安静 我们两个虽然是 谢意结婚 不曾有一日我不想把你 这个植给死了 三哥 你跟她说什么 我们两个 怎么也走越远了 杭静 杭静 三哥 杭静 我们不要再吵架了好不好 因为你 我才意识到过去活得有多荒唐 也是因为你 怎能让我在战场上活下来 明白了生命的意义 不管你喜不喜欢我 只要你肯一直待在我的身边 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 三哥 我跟乔江之间真的没有什么 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想我的爱 静香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就太没有良心了 我们少爷为了你们家小姐 受了多少苦挨了多少烦 你知道吗你啊 怎么个受苦挨烦 你倒说说看 就 就之前 康司令遇事的事 我们少爷为了救你们家小姐 在东大营归了一天一夜呢 还有之前 他整整挨了三十鞭子 关了禁闭 三十啊 东大营的禁闭室呢 连躺着睡觉都不行 整夜整夜只能做人 那点光也不透 我跟你说啊 铁打的汉子进去 都得熬半条命 那 那那个矮鞭子 冠金碧又是怎么回事 嗯 听说是 没有听都君的命令 去救三少奶奶的爹 差点引得都君兵容相见呢 好吧 赶紧 三少 他是来找老师的吗 三少 肯定是来找老师的 这几天都耐营不忙吗 怎么有空过来 想我老婆了 怎么 不行吗 你少没正型了 行行行行 这是学校 好多学生看着呢 怎么了 我心疼我老婆 想了一天课 谢谢 看见了吗 你爹见过太多的死人 像这里都烂了 没得救 何必留在这儿平天晦气呢 来 爹 你他还活着 你 这位小姐救了我的名 她要我活着 我就得活着呢 好 好小子 嗯 别的地方都没有这个味道 只有你家厨子能做得出来 我在法国的时候啊 才能要命呢 来 快尝尝 看是不是小虫那味道 三哥 怎么叫这儿凤麒姐姐的 我们也要吃 小孩子家家的 嘴边那么馋 这可是三哥专门为凤麒姐姐准备的 别人啊 都没份儿 这么多菜也堵不上你的嘴啊 萧北辰 你什么手艺啊你 好 凌行姐 我怎么这么喜欢你呢 是我心甘情愿嫁给她的 是我心甘情愿嫁给她的 你在说什么 你